父親自愛的親友們 大家平安 大家好 我是韋翰 剛剛各位觀賞的影片是我弟弟為要製作的 從小兒子的腳步來紀念父親 首先非常感謝大家在疫情期間 參加我父親的人生畢業典禮 有這麼多關心他的長輩還有好朋友們 我很相信父親此刻也跟我們在一起 微笑迷失的大家 現在我要以再笑聲的身份 說多話 頒重畢業生 印象中父親樂光開朗 興趣廣斷 父子裡是一位有著南海靈魂的 執著的頑固的阿伯 例如我讀西中高峰的時候 他會騎車載我去公車站 堅持我一定要準備到學校 幾乎每週總有兩三次遇到公車港開走 他就執著的繼續騎車載走 我去追278號龍車 追到公車時機最後都認出我們 常在等紅燈的時候 直接打開車門讓我們上退 或是故意開慢一點 但我們下一趟一趟 他用野狼業務載著我們父子 儲心的清晨夜晚 今天送送是我和弟弟與父親 最貼近的時光 呃 我們幾乎都還可以記得 貼著他的背的感覺 他的溫度 這是我們生命中最深刻的記憶 同時 他也熱愛宇宙萬物 廣泛閱讀天文書籍 每當星期五聽完了科學人雜誌的演講 回家就和我和弟弟分享 例如神秘的安顧職就是他們做給我聽的 媽媽2012年的時候 在訓練書 因緣際會 父親以眷屬的身份加入學校的自行車隊 他細胞裡那些熱愛冒險 自我挑戰的運動DNA 突然被喚醒了 他非常投入 最享受在周末一大早 騎著他的寶貝公路車 征服各種拖路以及路線 大家看他的 和FB隔壁的大佛貼照就知道了 他更熱愛攝影 也是個老文青 習慣隨手拍下生活中的偏偷光影 用心搭配他絞盡腦汁寫出來的文字 在FB上分享 看似唯一不主導 現在卻是成為最寶貴的記憶 我父親很愛高攤過人 是朋友們的開心過 他很開業很幽默 並且與父親等的直不休 他也有一種與世無神的特質 樂於助人樂於分享 讓大家都會喜歡他 如今他遠離了病 到了另一個世界 可以優然自得地去探索宇宙萬物真理 我的小阿姨和以上 新手做了一台最新最炫的萊卡相機 和藍寶坚以限量緩制行車 等一下就要讓他帶著上路 陪他一起去享受更往大的世界 請大家都一起祝福他 今天是父親人生的畢業年齡 我和弟弟整天感謝 所有在父親生命期間來關心 與探望過的親友長輩們 你們都給了他經營上最大的鼓勵 最後父親這一輩子愛得最久的女人 最先挂的是他的妹妹 我的姑姑徐星人 請嘉義的姑姑和叔叔們 替父親多多照顧他 還有一位他深愛的人就是我媽媽 過去兩年的時間 他們都太辛苦了 默默沉重了那一想像的過程 請各位長輩們也好好替我父親 繼續愛我的媽媽 我和弟弟和媽媽在此生日一鞠躬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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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的表达心中的感谢 也祝福大家 各个身体健康 万事无一 请举功